腦狱中的生活 每天的饭菜 不是发霉就是臭掉 令人难以下烟 该说我幸运吗 有一个富裕的背景 该说我不幸运吗 作为政治饭被关进这小空间 劳力买得到牛肉面 但也非常昂贵到一般饭人都吃不起 基本上是有钱 便可吃到一碗牛肉面 今天 我决定要叫一碗牛肉面 多么奢侈的享受 每次我吃牛肉面时 他总是盯着我看 我知道 这碗牛肉面 是他在牢狱里唯一能感受到 故乡味道的机会 虽然我们都是政治饭 同为落难者 吃辣的红色思想 与不吃辣的台湾独立 都同样的悲哀 下一次 也帮他叫一碗牛肉面好了 我本来 可以把头身高些 对外一下订单 是觉得不雅作罢 心中再告诉自己 明天晚上 一定要请狱友吃牛肉面 进楼里 最不缺的就是时针 我们都在这里动弹不得 明天再请他吃也不迟 没想到 这天来得那么快 昨夜 怎么没有请他吃一碗牛肉面 从那刻起 我永远记得人生无常 机会稍纵即逝 如果有你想做 或觉得该做的事 立刻就去做 人生不会永远有下次机会的 多年后 每当我吃牛肉面 便会想起那位鱼 在这里 牛肉面的香气 和辣椒的火热 是我与他短暂交汇的唯一纽带 那氛围能兑现的善意 成了我心中最深的词 但是 中文字幕提供